哈喽 我现在拍摄一下这一台佳能的A6 640的顺积视频 让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首先说一下这个就是我手里的这台A640 不是那个虾皮主页上挂的那张照片 因为每次换照片是麻烦的 所以说我就没换 然后具体以这个视频为准 我们现在卖的是这台 这台的话橙色的话 其他地方的橙色比那个虾皮上 就是我上一台要好一点 然后但是有一个小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点老化 可能需要你清理一下 或者是用那个贴纸啊什么的把它蒸一下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还很好 大概9897成型是有的 然后我们现在开机试一下 开机的话 它是用这种四节电池 是用四节AA电池 不知道台湾是怎么叫 反正我们这边叫AA电池 就是商超里面最普通的那一种 你可以买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放进去试一下 注意这个地方它写了正负 不要放反了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卡的话 我们现在不用了 它是SD卡 就是最普通那种SD卡就可以 注意不要买 不要买太大的 那个一个这个以内的吧 因为它是老相机吧 好 我们现在开机了 开机的话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屏幕的话是 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那个老化呀 黑影呀都没有的 有没有黑电 然后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按键吧 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按键吧 我们从这个门键开始是 好的 上下左右都是好的 然后这个我已经设置好中文了 然后这个键 这个键 这个键是 显示信息的 然后是这个键 然后是 然后这个键 这个键一般不用 它是那个打印呀还是什么的 这很少用 然后我们试一下拍照 拍照的话 我们把闪光灯刚刚打开了 然后试一下闪光灯 吧 试一下 这个重点 那个 oxitelony 是不是 dj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看回看 没有记忆看 我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带一个帮 好谢谢